基隆市议员张之豪在新一届市议会开议第一天质询时 准备好香跟香炉 请问议长彭子伟是否也可以比照市政府 先进行宗教仪式拜拜之后再正式开议呢 用这个方式来反奉质疑 基隆市政府每周召开一次的事务会议举行时 听说都被市长谢国良要求开会的官员们 要先进行宗教仪式的祷告后才能开会 在市政会议开始的时候 这个市长就会进行一些宗教仪式 所以我们想说既然基隆现在已经是政教合一的城市的话 那市政府这边也有宗教仪式 那市议会这边是不是也要比照办理 比丘或比丘尼面前我们不会去吃荤食 我们在清真寺前面我们不会去吃猪肉一样啊 我们是要尊重每一个宗教信仰的一个自由 尊重每一个人身为人的天赋人权 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一件事情 如果在事务会议每个礼拜都要有这样的一个仪式 宗教的一个仪式的话 那我们议会要不要每一次都来一趟 我想个人的信仰请维持在个人的一个空间里面 今天你在市政会议里面要祷告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会让其他的局处首长 他不是信奉同样一个宗教的 他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想法 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办公的空间 私领域的一个空间 要做这件事情 请在自己的空间里面来做 我想不要因为是一个城市的大家长 那其他的同仁就要一起进行同样的一件事情 我们尊重市长的一个信仰自由 但是也请市长尊重每一位 是否同仁的一个信仰自由 我相信这才是我们想要追求的一个价值 当然也有市议员为这个问题缓夹 讲到宗教信仰的问题 如果要的话 我觉得市议应该去质疑 你是不是有侵犯到那个 那如果大家都没有 本身我在做这个的时候 就像你刚才讲说 你要拜马祖 我就在想 其实我的首富城是观世音菩萨 如果你叫我去拜马祖 我是可以拜啦 因为反正信仰这种 道教是很多神嘛 对不对 甚至我也是一贯道 我也受洗过 我所有的神我都拜 我也不知道 你刚才所提出的那个东西 是真的比较不符合程序的啦 而基东市议会议长同志伟则重申必须尊重每一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 我们有规定有人民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那大家也可以充分的表达自己的看法跟信仰 那我想任何人都不应该把信仰加注在任何人身上 也不用偏袒 那我想这个议题就到这边 对于议员们的质疑 市长谢国良则回应表示 市议员们完全误解了 是有牧师来做市政祷告 但是绝对没有勉强官员们一起来做这个仪式 我们的议员是完全误解了 我们在市政会议上 我们有邀请牧师来跟我们做市政祷告 但是我们的整个局处所长 大家都很了解 大家都很清楚 假如我们有这个宗教信仰 我们就一起导 没有的话 大家就是各自办各自的事情 所以这个过程中都很平顺 也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我想议员是有很大的误解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我相信对我们的工作 对我们的市政 对我在推行很多政策 我觉得会有很大的注意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正面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议员应该可以不用误解 谢谢 所以市政会会持续将请牧师来祷告 因为我觉得有牧师来为我们要做的很多政策来祷告 然后这个纯粹就是我自己所希望市政能够做得更顺利 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没有要求任何非信仰的这些相关的居住同仁一起参与这个祷告 他们都是各自在办各自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界限是界定的非常清楚 那过去台东县也有潜力 而且台东县也被治理成为一个五星级的一个县市 所以我想我们是很努力的要把市政工作做好 所以我们请大家给我们祝福 给我们帮忙 那但是我们不会勉强任何人 不会勉强任何局处首长 事实上大部分的局处首长都是没有参与的 所以这一点请大家要放心 市议员郑文廷则强调 如果再让他们发现有勉强市府官员 开事务会议时要一起祷告的话 对于这件事的质询将会继续下去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